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也去评估一下 到底为什么我们想要做的 所谓的考古学是你们学者要的 它其实就是一个学问 也是一个科学 其实我们偏重的是在没有文字记载的 特别是古物 古迹 这种来做一个现象 大家没有机会去考古议史 其实你看到的都是这样 都是以前人生活 所遗留下来的这些器物或者是鱼琴 你要变成国家级的时候需要一些什么标准 不是我说了算 对不对 那总是要给一些评分的标准 文化其向的代表性 到底是多重要 学术史上的地位 遗址出现的频率高不高 类型的特殊性 面积的大小 文化层的多寡 有的时候是有一层 两层 三层 越多层越珍贵 那文化层堆积多厚 保存状况 还有社教展示的合适性 到底适不适合展览 适合不适合推广教育给大家看 但这些都会是它的什么评分的标准 那为什么要现地保留呢 因为其实现地保留有它的一个真挚性 所以一般来说 像考古遗址 有的时候你会看到它会现地保留 像台东碑南 它是现地保留的